半生戎马半生肩,两袖清风还农田。 2007年6月6日,陕西洛武村内一位名叫武德厚的老人去世了。 消息已经传出,村里的人纷纷赶去吊艳。 当日,老人的儿子还收到了一块从台湾托运送来的牌匾。 牌匾揭开一看,民族之光这四个大字便映入众人眼前。 国民党总部队送来的。 在年轻一辈的记忆中,武德厚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。 而在老一辈的记忆中,武德厚不仅仅是一个农民, 他更是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,他担得起民族之光这个名号。 这位被国民党赠予民族之光牌匾的老人究竟是何来头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49年,解放战争胜利之后,原国民党军三十军二十七师师长武德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 在牢中的十年,武德厚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家乡,在监狱里接受劳动改造的他比谁都要工作的勤快。 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原因,出狱之后的武德厚还是没有如愿回到家乡,好在他与家人还曾短暂地见过几面。 直到1975年,毛主席发出特赦令之后,武德厚才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归家的旅途,这一次他算是真正地回了家。 家乡,家乡会变成什么样呢? 将近三十年没回过家乡的武德厚感到十分的忐忑,他期待着与家人重逢,但又害怕家中已经发生变故,最终回到家的他还是一个人。 一回三员火车站,武德厚就认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,他们都长高了成了大人,我当时看着就高兴地流出了泪。 儿子们上前接过父亲的包,喊了一声爹,便一前一后跟在父亲身旁走回了家。 三十多公里的路,父子三人全程沉默着,小儿子跟在身后眼中裹着泪水,大儿子穿着笑鞋给父亲引着路。 一回到家,还没来得及泻口气,武德厚便得知父亲和妻子都去世了。 魏国家打了半辈子的仗,曾经在战场上威猛无比的将帅,一时竟有些愣神。 武德厚心里有说不出的苦,他趴在父亲的坟头前,哭得不能自已。 我这一辈子就过成这个样子了,父亲死了不知道,自己女人死了也不知道,这种伤心的感觉是说不出来的。 武德厚的童年与其他人不同,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的他,从小便不缺吃穿,身为长子的他也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。 在混乱的时局下,武父依然认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,所以他十分支持武德厚上学。 武德厚也没有辜负希望成功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院,那时的他一门心思都放在学习上,学成之后能早点出去工作。 因为父亲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,他身为长子必须要早点替父亲撑起这份家业。 可是动荡的社会容不下一张书桌,被迫辍学的武德厚只能离家维持生计,当学徒,去学校待课,能做的工作他都做了。 但微薄的薪资还是无法帮助父亲养活一个家。 那一段时间里,他见到了太多因为贫穷,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,但没有人会想到去帮助他们。 那时,武德厚便明白了是这个社会病了。 1926年,冯玉祥的部队在陕西招募学生兵,武德厚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当兵的念头。 入了武之后,他的持穿住行便都由部队包了,这样一来也算是为家里减轻了负担。 在参加入武的面试时,高个头,身材健壮的武德厚便一眼吸引住了长官的眼球。 他看起来是个当兵的好苗子,就把他留下来吧。 就这样,武德厚顺利应征入了武,离开了家乡。 而军装左臂,坠着不扰民,真爱民,誓死救国的符号,奠定了武德厚一生保家卫国的意志。 武德厚也如长官所想的那样,成了一个会打仗的好士兵,与其他学生兵不同。 武德厚天生有一股不怕死的冲劲,但他从不打蟒仗。 在武德厚还是个普通士兵的时候,他便主动把握机会,常常与长官交谈,探讨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。 很快,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,这位拥有四年打仗经验,年仅20岁的老兵成功晋升为连长,跟随着部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进行生死搏斗。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后,武德厚被收编进了国民党军第30军,成了军队中人人公认的武疯子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这时的武德厚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, 他因为出色的表现,连连晋升成了30师88旅176团三营的营长。 那时我都整顿好了队伍,只等上面一声令下。 全营都在屏息凝气地等待着,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我军在卢沟桥英勇抗日的消息, 每一个士兵都在咬紧牙关,想要赶快奔赴前线杀敌救国。 同年8月中旬,枪炮声在176团三营响起,武德厚带领的部队迅速在防山阻止了敌人的南下。 老人哭着回忆道,打完那场仗,原本有600多人的营,只剩下了100多人,但我们打死了700多个鬼子。 面对敌人投来的炮弹,武德厚丝毫不拒,他趁着间隙冲到了阵地最前端,抱起重击枪向前方的敌人扫射。 日军的战术十分成熟,他们采用陆空联合战术向前冲锋。 而中国军队因为军备落后,所以只能靠人海战术铸成一条血肉防线阻止敌人的前进。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,要么生要么死,这是上战场的人都明白的道理。 武德厚也清楚在战场上面临生死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,但每当他想到死去的战友时,泪水便会止不住地流出来。 保家卫国,有人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。 1938年3月,台儿庄战役打响。 武德厚奉命增援台儿庄,根据上级的指示,他在部队里召集来了40个人,组成了一支赶死队。 在没有手枪的情况下,他们一人一把刀,腰上竖着几个手榴弹,便骑着马从台儿庄城西门冲了进去,占领西城墙监视敌人的行动。 枪声,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在四周响起,敌人甩来的手榴弹还没爆炸,武德厚便直接捡起地上的手榴弹向敌方营地扔去。 天黑之后,战火也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。 武德厚带领赶死队直接冲进了敌人占据的土围子墙外,解下腰间的手榴弹直接向土围子内扔去,四十位将士每一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。 在战火还没有被点燃之前,台儿庄曾是一片室外桃源。 在地县制记载中,台儿庄是,义和与火,歌声十里,夜不罢是,得繁华递鉴。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,台儿庄因为信息闭塞的原因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战争的气息。 直到1938年3月才有打仗的消息传进了台儿庄,居民们都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打仗,以为就像是土匪用线枪、鸟枪那样打。 台儿庄战役爆发前夕,进驻台儿庄的部队号召群众道,誓死不做亡国奴,誓死与日寇作战到底。 但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的百姓都认为军队来了,日军便打不进来了。 随着日本军队的飞机开始盘旋在台儿庄上方时,当地的百姓才有了一种恐慌感,争先抢着要出城避难。 那时我还小,父母抱着我便往城外逃难,日军的炸弹一颗接一颗地投进城里。 留在城内挣扎的百姓,见到的景象更是恐怖,遍地的尸体,雨水没有冲刷掉的血迹就留在土地上。 原本繁华的商业街没有一处完好的建筑,居住在台儿庄城北的王广多老人回忆,日本人闯进村子之后便开始杀人放火。 鬼子杀红了眼,男女老少都杀掉了,我们村一个一岁多的闺女被鬼子用刺刀挑进了火坑里,直接给烧死了。 为了躲避残暴的日军,王广多跟着母亲逃到了一处没人的深沟里,母子二人就趴在里面,不敢动弹,饿了就吃草。 武德后带着赶死队闯进胎儿庄后,便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 这一仗打完后,赶死队里就只剩下三个人活着。 2004年,94岁的武德后在接受采访回忆胎儿庄战役时,老人两眼放光,思路依旧清晰。 在交谈的过程中,老人能非常准确地说出当时胎儿庄所处的位置,以及周边的一些村庄的名字。 每当老人提起这场胜利的战役,脸上便会显出骄傲的神情。 但一提到死去的战友时,这份骄傲的神情便会消失不见。 武德后在与孙辈一起观看有关胎儿庄战役的电视连续剧时,总会拄着拐杖坐在一旁默默擦泪,现实的战场员比电视里演得要残酷。 胎儿庄是一场漂亮仗,中国军队在最危急的时刻战胜了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。 如今的胎儿庄也早已恢复了往日夜不罢式的容貌,但每当人们踏上这片土地时,心情却总是沉重的。 因为无情的战争曾摧残过这片土地,无数同胞在这里牺牲。 1938年8月,武德后带着七个营参加武汉保卫战,战争结束时原本有2800多人的团就只剩下了200余人。 武德后已只要有一人活着,就不让敌人占领我方阵地的决心,积极部署攻势,主动向日军出击,攻退了来势汹汹的日军。 在抗日战争中,武德后屡见其功,获得了三次大的功勋,荣誉都是虚名,能把敌人打跑才是真本事。 但打了一辈子仗,对得起国家,对得起人民的武德后,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家人。 打仗的那几年,武德后很少回家,家里的孩子都是由妻子一手带大的,都说难得是家里的顶梁柱,但我家的顶梁柱是我女人,苏智静。 武德后与妻子结婚30年,一年却难得相见一次,在那个家里人吃不上饭的年代,都是靠妻子苏智静一个人支撑过来的。 孩子们吃不上饭,苏智静只能放下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,向邻里讨要,讨要不成,便偷吃其他人家晒的豆角。 但偷中就是不好的事情,被偷的那户人家,念苏智静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不容易,便没说什么,只是警告他道, 想要活下去还是要做正事,孩子他爹在外头打仗,你身为娘的也要做好榜样啊。 花甲之年回到家乡的武德后并没有对外说过自己的经历,他用自己在牢里学到的本事维持生计。 村民们回忆道,在砖瓦摇干活的年轻人都比不过他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。 2005年,村里人才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他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,大家都没想到这个温和,朴实的老农民竟然在沙场上拼过命。 在邻里的眼中,武德后是一个生活过的清贫的人,因为给不起两毛钱的理发钱便一直留着光头,村里人邀请他去家里吃饭,老人都会直接拒绝。 当了三十多年农民的武德后依然保留着当兵的习惯,每天早上五点一刻的老人便会起床跑步,时间观念极强的他也容不得自己的子女耽误时间。 有一次,原本定在八点到集市赶集的儿媳,因为家务事耽误了一会儿,迟了一分钟到集市便被武德后教育到,你要有时间观念。 为了弥补儿子们缺失的父爱,武德后将自己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孙辈,他勾搂着被仍让孩子们坐在自己的身上。 2007年6月,武德后在家中安然离世,享年97岁。 那块国民党总部送来的民族之光牌匾便一直由儿子收藏着。 2014年台儿庄大战胜利76周年纪念日,参加祭奠活动的吴小冬将这副牌匾捐赠给了台儿庄纪念馆。 他说,现在日子过好了,但我们也不能忘了那群保家卫国的将士。 这一声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 我就算一个中国的公民对得起国家民族,英雄总是沉默着的,缅怀武德后老人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